我题目里面讲最后一句话 讲荡妇羞辱什么时候才是正当的 所以如果要这么说的话 就必须要对荡妇羞辱或者荡妇做出一个定义 的确是需要这样的定义 我个人觉得荡妇羞辱意思就是讲指一个女人 跟很多人发生性关系也好 或者说跟很多人发生这种关系也好 以此来指责这个女人不道德 她的私德败坏等等这样子 用这种方式明示或者暗示的方式来破坏一个人的名誉 这个就叫荡妇羞辱 至于什么是荡妇 我要思考一下 我要思考一下 我个人觉得从我的保守主义的角度来讲 因为保守主义是分很多 它有分不叫宗教保守主义 是分关于对于经济上的保守主义 还是跟宗教有关的保守主义 我个人是偏向于经济上的 同时我对基督教是有好感的 我个人还是觉得 每个人的自己 我是同意女权那句话的 很多时候我是同意女权那句话的 就是我的身体我做主 对 每个人应该有对自己身体的支配权 当然这句话不是没有前提的 但是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 不管是性关系也好还是两性关系也好 这个问题上 女性应该是有自己完全的百分之百的自主权 以及如果他愿意晒 愿意怎么样的话 那也是他的权利 我们尽量不偏提 然后这个事我简单回应一下 我刚才讲了my body my choice 是有一定前提的 这个前提在很多地方上 比如说像堕胎权等等这样子的 然后包括你刚才讲的口罩里面 都有大家可以去有深入探讨的空间 咱们在这里暂时就不展开了 我们还是仅限于两性关系的问题上面 David刚才讲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 就是说这个关键是一个是不是双标的问题 其实我想稍微挖一下楼 就是关于种族歧视方面 我以前也做过相应的思考 因为我知道华人社会里面 很多人都会很轻松的叫别人 比如说鬼佬或者叫别人叫黑人 一些非常不礼貌的称呼 但是同时他对别人叫自己 歧视自己或者叫自己一些东西也非常敏感 我觉得这是我不能理解的 我觉得我个人的道德标准 在种族上的标准是这样子的 如果说你坚持地叫别人鬼佬 你坚持要歧视别人 那你就应该面对这个事实 就是说你将来也有可能会别人歧视 你如果是一个歧视的发售方 你就应该成为歧视的接受方 坦然地接受这一点 要么你就是两边都不 我既不歧视其他族裔 然后我也不允许其他族裔 其实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 这两种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状态 都是可以自洽的 这是我的观点 我先抛转隐喻一下 刚才艾维说了有一个观点 就是中国的为什么女性的好像地位权利 好像没有什么 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女权运动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我在今天发的那个视频里面 很多人说了一句话 很多人最多人说了一句话就是 在中国没有人权就谈不上女权 女权似乎是人权下面的一个subcategory 所以我个人觉得这句话是有道理的 而且我一直也是这么认为 我下面要说一句话 可能群里面有 咱们在这个里面有很多的朋友 可能立马就会跳出来反对我 我一直有这个观点 这个观点可能很要敏感 我知道MeToo在中国也推进了几年了 那个贤子告出军那个案子开始 开始MeToo在中国正式上演了 但是我对MeToo的一直以来态度就是 我首先在西方我认为MeToo就是一个不好的东西 是一个counterproductive的东西 而且我更加认为在中国 MeToo的问题会造成更严重 更严重 我知道中国的女性地位其实相比性化更差 但是我觉得MeToo在中国只会造成更严重的问题 原因就是前面我们讲的 没有人权的情况下 你谈女权就是一个无本之木 而我个人相信在中国更好的解决女性地位 这个境遇的方式是改善中国的法治环境 每一个人 刚才这位Ivy讲的 就是觉得好像女性觉得 很多人觉得这样也挺好什么的 其实这个不只是女性 在中国的很多包括底层的 甚至是底层的民众 他也会觉得我这样目前也挺好 没有什么不好 所以这个心态其实不只是女性的心态 所以我个人觉得在中国 首先是推动法治和人权 推动了这两个以后 女权自然而然的 她会在土壤上面深耕发芽 会比现在的效果更好 大家可以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吗 我懂你的意思 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女性族群 你应该先 就好像我们现在讲的种族歧视一样 应该先团结起来 然后先尽可能整理自己的权益 但我个人觉得 在一个非自由非法治的环境下 进行这样的博弈 它不是一个良性的博弈 它只是一个零和博弈 只有在自由法治的情况下 我所谓先人权 不是先人权再女权 我的意思是说先法治 先自由的环境 这当然直接结果就是人权 然后才可以谈得上人权女权这些概念 只有在这个环境里面才不是零和的博弈 所谓的先人权再女权的意思 其实就是说所谓人权就是自由平等跟法治 自由和法治吧 我们就不说平等 自由跟法治 这个就是在很多人看来 这个就是所谓人权 就是说你不解决自由和法治的问题 然后你试图去解决不同的弱势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 就像我前面讲的一样 这可能就是一个 这个饼从你这儿切一块到他那儿 或者这样子 通过强制的regulation人为手段去这么做 这个最终是零和的 而只有在法治和自由建立了 有一个基本概念建立的情况下 双方知道有一个互相的 大家应该通过妥协 通过沟通 通过民意的博弈 这种良性的博弈来争取为自己最大化的权利 我觉得这才是更良性的这样一个发展 对 这就是我看新疆问题 我觉得我对新疆问题一直是 我没有去过新疆 我不知道新疆发生什么问题 我听过很多这种相关的描述 压倒性的描述 认为新疆有存在其中的问题 但是我没有看到 我对新疆问题最大的关注点 就是它因为信息不透明 你没有自己本国的自由记者 跟外国记者去调查 你因为不透明 所以你必须要有加倍的矩阵责任 所以我在新疆问题一直请 所谓言论自由也好 信息自由也好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人权 或者说自由 法治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窦文涛他最后不是坑枪三刃节目做了吗 他后来做了另外一个 我忘了名字了 反正四个人围成一桌的说上节目 有一次碰到一个制片人 北京的一个制片人好像是电视的制片人 然后就讲到说最近电视台 为什么拍的片子都是那种奶油小生那个片子 就是因为电视台选片的那些人 全都是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中年妇女了 所以中国最近的电视台拍片的倾向 比以前有了变化 包括这些剧组 他们电视台选片人过来以后 以前都是派小姑娘 那个时候还是男的比较多 派年轻漂亮女演员过去陪酒 或者怎么样子 希望他们能够采购 现在全是派年轻的小生去陪酒 在这个讲述里面 这个讲述本身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 但是这个讲述我本身我感觉 我还是能感觉出来有一部分 当你想到女演员去陪酒的时候 你会可能俯视女演员 当你想到男演员去陪酒的时候 你会俯视电视台的 至少他们表现出来是在俯视电视台的选片的中间妇女 所以我觉得确实在这方面 对于女生跟男生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是不完全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 如果没有人echo的话 我来echo说Patricia刚才有一些观点 一个咱们主要是谈关于女权 关于女性权利的相关的问题 所以我们尽可能的不涉及政治 新疆的问题我跟许秀中不认识 我跟她没有任何的交集 然后但是我觉得她的很多观点就是 怎么说呢 我重申一下我的观点 我对新疆问题只在乎新疆 它没有缺乏信息自由 缺乏信息通明化 除此以外 刚才Patricia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 不管是LGBT群体还是女权群体 它一旦形成了这样一个群体以后 危害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这一点我觉得是很多问题的根本的原因 可能刚才我们在说法治和自由 跟女权这个问题的时候肯定不在 我再重申一下这一点 就是我觉得在一个非法治 非自由的社会里面 任何的争取女权也好争取什么呢 都是一个零和博弈 都是无效的博弈 只有在一个法治和自由的社会里面 女权也好 人权也好 或者说各个族群之间的利益的争夺 才是一个真正有效的良性的博弈 好 我想echo一下刚才Arthur的说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入罪的问题 其实就在两三个礼拜以前 好像我就看到是温州的发生了一个入罪的女婿 然后把全家人灭门了 然后自己也自杀了这样一个新闻 后来我去搜相关的 我发现在2015年也发生过类似这样一个新闻 就是入罪的女婿把全家 好像是在河南什么地方 我就忘了 就是这样的悲剧 当然我不是说他肯定跟入罪的女婿 都遭受歧视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但是似乎是存在哪怕是弱相关性的 所以这里面确实是像阿特长那一样 这方面的歧视是一个负权的体现 而未必是跟男或者女是有什么关系 不 未必是绝对跟男和女是有关系 第二个关于说女生穿的少 然后会被指责说受到性侵以后会被指责说你穿太少了 这个问题我以前其实跟David跟阿特的观点 其实都是完全一致的 David刚刚讲得非常好 David分析两种情况 一种是就说女生你是有责任的 第二种就是说你即使没有责任 然后你也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但是老实讲我自己有了女儿以后 其实我有时候会有一些更多的一些思考 我个人现在认为不是说指责女生是有责任 有一部分人他对此有保留意见的原因是什么 他觉得性侵这样的事件 是不是一个能够控制的事件 刚才阿特举的意思是说我在街上录我的钱 那么是不是随时谁就可以过来把我的钱抢走 你这个前提是这个人他还是一个人 他是一个正常社会的一员 而对于女性穿得少 然后产生性侵 有不同意见的人 他们认为性侵者在很多情况下 他已经不是一个人了 一个人基于自己的 不管是理性考虑还是利益考虑 他不太会去做这样的事情 而性侵者往往就是人性 要么就是人性中极度的恶被激发出来 要么就是怎么样子的 就好像你走在森林里面 你一个人在森林里面碰到一只老虎 有点这个意思 那已经是兽性了 就是绝对的兽性 没有人性在里面 这个时候你说你完全是怪老虎的话 doesn't make any sense 当然也不是说怪你 我没想到这个森林会有老虎 对不对 也不是怪你 所以就是说女性穿得少 所以跟性侵有关系 有的时候我个人觉得 这个更多的是一种 不是你的责任 肯定是对方责任 性侵犯是罪该万死 这个我是赞同的 但是问题是你要承担后果 很多人更多是从这个角度来讲 不是你的责任 但是你必须要承担相应的后果 当然我觉得这是值得商榷的 提出来给大家参考一下 其实我首先非常同意阿佛跟Levin讲的 就是关于在社会上对于性侵的施暴方 应该举毫无保留的 完全毫无保留的谴责 责任完全是在他们那边 但是有的时候我也会考虑 就是说因为我是有女儿 然后我考虑说我将来怎么给我女儿 做这方面的建议也好 或者说怎么讲 你作为父母肯定会有相关的一些告知的责任 所以我现在目前的思考 就是我是觉得我会跟他这么说 首先我在社会上我会呼吁 就是说对于性侵的行为 要加强教育 这肯定是 但是对于自己的子女 我依然会警告他说 首先你作为女性 你跟男性相处 怎么讲呢 就是因为我自己是男性 我知道这个稿同素 能够给男性的思维带来什么样的扰乱 所以就说有的时候 我会告诉他对男生相处 你就像跟一头野兽相处 特别是陌生的男生 像跟一头潜在的野兽相处 所以说你自己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一个 基本的自我防范 或者说你自己愿意去接受相应的后果 我也会告诉他相应的后果是什么 你自己会在里面做自己的选择和权衡 当然如果最后你自己做选择和权衡 最后还是发生了比如说类似不幸的情况 那我们依然会谴责是对方 依然会去试图去帮你抚平你的伤痛 这样子 当然我这个话不会讲 我只是自己在想我将来会怎么跟他说 和我作为父母的话会给子女设想各种各样的情况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去应对 所以有了子女以后 考虑一些具体的这些社会问题 就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角度 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体验 我从两位林跟David那边 我感觉我已经学到很多东西 刚才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脑子就有浮现一个场景 就是我们经常都会可能从我们父母那儿也是 或者我们自己跟我们的亲人也经常会这么做 比如说我跟你说一件事情 然后这个事情你没有按照我说去做 最后真的发生这个事情 你有时候会说上一句非常多余 而且其实是非常伤人的话 我早就跟你说过 这句话其实当你作为一个接受方的时候 在你在非常沮丧的时候 你这句话是非常伤人的 我后来也慢慢意识到这一点 就是我自己觉得这句话对我是很伤人的 这个时候我就开始不是尽可能少 基本上我现在就说 如果发生类似这样的情况的话 我就不会去百分之百的确保自己 不会说类似这样的话 让别人感觉到这样的情绪 我觉得这一点是对我教育子女的这块 是相当好的一个补充 我感谢两位